第六題,小力用天平來測量兩桶裝水的質量 然後呢,做出一個總質量跟體積的關係如表所示 他問我們說兩桶的質量有多少 那麼這個就是用我們老師上課的時候的教過你的方法 要做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我們發現了水的體積每增加1,質量就增加1克 每增加1,就質量就增加1克 所以呢,每增加1,5公分的水 我們的質量就會增加1公克 那現在呢,要算兩桶,質量就是沒有水,0 所以我們要減少6 那每增加1,會增加1 那每減少6,就會減少6 所以11-6就是5 所以呢,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的兩桶的質量呢,應該是所謂的5公克 所以呢,我們答案呢,選擇是B,5公克 這就是我們第六題的答案